印度的總統大選民眾起得大早到新北盧州這處投票所依序排隊行使自己的公民權 但排在後方的黑衣男子進入圈票數後 竟然因為蓋錯就將兩張選票直接帶走 解發掉一監視器找到這名賴性男子 將他帶回後以違反選罷法韓宋法辦 最重恐罰一萬五千元外可能還會面臨刑責 新北盧人偷偷選票在台北這天投開票所 則是被發現有283張選票竟然不翼而飛 警方獲報後在五樓將整袋找回 不過清算後還是少了兩張選票 至今下落不明 圖書館內書架與變電箱中間一處凹槽 就是警方找到選票的位置 原來13號投票當天 台北市松山區民勇活動中心的投票所 下午4點準備進行開票作業 玄武人員卻隨手把284張的空白總統選票放在一旁 沒想到卻招人拿走全部藏了起來 開票結束之後整理場地時發現遺失 所有的開票作業人員都忙於開票 而無法時時刻刻警定報警的方式 組成搜查找到遺失選票 目前幾方已經組成專案小組 鎖定幾位選民和選屋人員 也將採集選票上的指紋等級證 要徹底釐清清票證的身份和動機 季新聞也開始努力頂上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強迫 冇 留情 廉禁 一手掌握